当巴拉拉小魔仙登上电影大萤幕会有怎么样一小不到的效果呢 昨天巴拉拉小魔仙之魔剑公主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电影手影礼 国内当红青春少女偶像天团SNH48空将现场 和今年小魔仙美仙杯杯会合 与观众嘉宾挺迷互动 共同开启梦幻魔法之礼 欢乐的亲自互动游戏和丰富的魔法周边礼包 让手影里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华美绚烂的魔法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SNH48人气成员大萌 赵月生分别在片中视野小兰和凯美丽两个角色 首次触电大萤幕的妹子们 这表现真是让大火万分期待呢 现场萌妹子们也为大火带来了电影主题曲《魔法旋律》 这甜美的歌声加上可爱的舞蹈可把大火给萌花了呢 萌妹的妹子们实在太会卖萌了 小Q这都禁不住一起跟着冬起来了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 当巴拉拉小魔仙登上电影大萤幕 会有怎么样一小不到的效果呢 昨天巴拉拉小魔仙之魔剑公主 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电影收音里 国内当红青春少女偶像天团SNH48空将现场 和今年小魔仙美仙杯被汇合 与观众嘉宾挺迷互动 共同开启梦幻魔法之力 欢乐的亲自互动游戏和丰富的魔法周边礼包 让手印里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华美绚烂的魔法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SNH48人气成员大萌 赵月生分别在片中事业小兰和凯美丽两个角色 首次触电大萤幕的妹子们这表现真是让大火万分期待呢 现场萌妹子们也为大火带来了电影主题曲魔法旋律 这甜美的歌声加上可爱的舞蹈可把大火给闷花了呢 字幕作者 杨茜茜茜 萌萌的妹子们实在太会卖萌了 小Q这都禁不住一起跟着冬起来了 腾讯娱乐上海报道